崔永元不畏惧舆论压力,再度曝光冯小刚猛料。 大家都知道,就在之前崔永元在娱乐圈大闹的事情,在那个时候可谓是非常的火的啊,那可是闹得人人皆知的地步,刚开始崔永元爆出了范冰冰的事情。 但是就在这件事即将要平息的时候,崔永元就开始跟冯小刚及齐刘振云等人开始了撕票大战,到最后的时候怕事情被闹大,所以到后来就不了了之了。 就在这之前,崔永元变像是小生命迹一样,消失了一段时间,并且发布文章曝光了手机外的样本,然后还要跟冯小刚等人理论,然后还要求讨一个说法听听。 但是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回应,从而让网友们认为就是为了苍苍热度而已,为了自己在微博上或者是生活上的知名度,故意这么做,粉丝啊,人情啊直接呈直线下滑。 就在网上说什么的都有,并且那个时候崔永元应该也承受了很多很多的舆论压力了吧,所以那个时候,才回去选择了消生命迹,先去隐蔽一段时间。 然而就在最近这些日子,崔永元又是直接稳稳地站得出来,这次矛头直接对准了冯小刚,并且丝毫就没有手下留情。 就在手机二即将要开始拍摄的时候,应该过一段时间就能够和我们再一次相见面了。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,崔永元直接发布了文章,直接指向冯小刚,然后直接报书,冯小刚的家中挂着一幅名画,这幅名画的价值可以说价值两千多万。 就当刘振云刚刚开始做导演的时候,一部剧最多就只能拿到八万左右的酬劳,然后冯小刚和刘振云可以说是非常密切的合作伙伴了。 所以也是两个人一起打拼才会有如今的结果,怎么会在家中放着这么贵重的东西呢? 所以观众们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些导演谁喝汤谁吃肉了吧? 有些网友还表示,不是都已经和解了吗?为什么崔永元还要这样子,还要这样子的针锋相对? 对此小编就讲到这里了,小编觉得崔永元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,毕竟不会是无缘无故的,为什么会这样做? 有可能只有崔永元自己知道,或者说是只有崔永元和冯小刚两个人知道,毕竟娱乐圈水太深。 所以广大的网友们你们认为呢?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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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